哈囉各位好 跟各位介紹這隻是柚子 我在飼養的柚子 看到囉 很可愛喔 蛙看到他視覺都會想要撲死 這是正常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說不要混養的原因就是在這邊 各位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們互相會 吞死掉對方好不好 因為他們都認為那個是食物 好不好 對啊 就算你不是 不認為他們會把彼此 對方吞掉的情況下 還是不要混養 原因很簡單 就是他們在排便 排尿的時候 有可能水質 就汙染了 如果另外一隻的抵抗力 不是很好的情況下 他感染的細菌 就有可能 各位有聽到嗎 我那個樹蛙在嚼 過去拍他就停了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混養的話 就容易 會生病的餘育 他不一定是會 會你認為說 會被對方吞掉 好不好 阿你咬到 好啦 不小心真的也咬到的話 他身上有傷口 阿又接觸了水 又有細菌的情況下 是不是又生病了 阿你當生病一隻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傳染給另外一隻 所以不 很多人不願意 呃 不建議混養的原因 是在於這裡 好不好 好不好 對阿 等一下又要吃 還又要 又要吃對方 你看 脖子真的很可愛 阿 一直抖一直抖 超好笑的 對阿 還有 如果你 線上有任何 就是你想要知道的問題 不管 不管你有沒有跟我 收藏我 都可以私訊我 好不好 好不好 我的平台沒有 沒有說 一定 對跟我收藏我 才能問我問題 沒有這樣子的阿 對啊 蛙 是無辜的 他不會因為跟 跟哪一個 蛙商拿蛙 所以 他就有特別的待遇好不好 對我來講都是一樣的 因為 因為你不管去哪邊找 蛙的問題 總是說 就那幾個而已阿 只是差在說 可能 我講一個比較 我們能明白的 像我們現在的文明病 那麼多 蛙他不會遇到的類似 我們不知道的疾病嗎 也有可能 對不對 像我 也是不斷的在 注意說 蛙怎麼會這樣子 同樣你看 我們有同樣的問題 奇怪我們同樣的飼養方式跟環境 有的蛙就很健康 為什麼有的蛙 就問題那麼多 各位懂我意思嗎 有兩個原因 這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那個源頭 我所謂的源頭 不只是 繁枝場 就是你取的那個源頭的 那一個 挖傷好了 我講挖傷好了 因為繁枝場他再怎麼樣 就是那一整 整塊而已 挖傷那邊 拿的話 他 我敢跟你講 百分之百他也不知道挖的狀況 到底是 有沒有先天性的缺陷 我所謂的缺陷是我們看不到的 各位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看不到他的情況下 我們 並不知道他身裡面的機構 到底是如何 所以為什麼有的人喜歡收 比較 嗯 啞層的 我所謂啞層就是 五公分以上的 或者是 在八公分之內的 這個都算啞層 對啊 因為 人家都會認為說 這樣子他們已經經過了一段時間 那 可能 成長性的那個整個結構 也會比較完整一點 抵抗病毒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都會比較足 那幼蛙的部分 為什麼有的人 養一養沒多久 幾乎啦 十個裡面 我遇到了最少有六成以上 都很難飾養到成蛙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不是氏族的問題 各位懂我意思嗎 他先天性 就有那些毛病的情況下 又在我們不注意的情況下 或者 沒有照顧的 細心的情況下 他是不是就越病越嚴重 或者是他的機能 跟他的 我講一個比較粗俗的好了 他的 那個什麼 歲數的那個年齡 就到此為止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好不好 對啊 當然到這邊 那你可能 有人問我說 那到底我應該怎麼選 其實沒有所謂的 怎麼選啊 我還是得看演員 好不好 如果他今天跟你有緣的話 你就好好照顧他就好了 那 網路上也好 或者是我建議的也好 你就照著這樣的方式下去飼養 我覺得 大致上都會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遇到先天性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我跟各位講 只能認了 不然怎麼辦 對啊 我們也都希望自己的挖寶 人健康的 壽終究情 對不對 好 幼稚 你說對不對 都只知道吃都不想理我 蛤 他好小隻喔 好啦 OK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喔 是 你在那個什麼 嘿 在那個 社團上面 放大鏡搜尋不到的問題 你可以私訊給我 好不好 我把我知道的 會跟你分享 OK 謝謝各位 好啦 你回去 你去看你的那個 好不好 你去看你的這個 OK好 謝謝各位